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 波鲁释放不出精神力,被对方的攻击吓得把腿就跑 玛丽跑不动了,朋友们都想反抗,只有波鲁逃跑 他想到赤狼,然后就决定回去拯救他们 波鲁终于释放出精神力 这就是麒麟说的,为他人付出就可以放出精神力 波鲁启动OP,准备应战 直接挡下对方的爪子,然后发射磁石 就算被敌人躲开也不用紧 波鲁回收磁石把穆西斯打得站了起来 穆西斯吓得不轻,原来他有超级恐高症 只有趴在地面才安心 他发怒了,直接解封全部精神力 使得爪子疯狂追着波鲁 但爪子还是有极限 这让波鲁看到反打的机会,只是还不知道怎么做 突然他想起扎扎玩,然后跑到远处挑拨穆西斯 穆西斯怒火一来,直接十只手指发射 波鲁冲向穆西斯,然后跳起来 可是爪子可向上移动 全部人都以为波鲁要领合饭时 他利用OP当踏板来个两段跳 此时的爪子已经不能再伸长 可惜穆西斯的牙齿也是OP 他狠狠咬住波鲁 波鲁夹住穆西斯打算回缩此时同归于尽 爆炸后的冲击把两人送到高空 直接把穆西斯吓得晕了过去 首领潜入广播室,打算开拨踢爆哈马 可哈马早已经开始直播宣告自己是神了 就在这时,哈马被美奇斯斯给吸收 首领被埋伏的哲罗姆袭击 四郎破墙而入,一脚把敌人踢倒 首领向次郎说他们的最终计划无法完成了 次郎直接拔出灵石想杀了首领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另一边,华兹踏着哈马的头让他送死 就连博士也是哲罗姆的人 他不断给哈马灌输神之药 让其变成能力者 但副作用会破坏体内器官 所以哈马现在只有一个月命 反正都要死 那么就让哈马成为第五个精神力 完成美奇斯斯的完全体 华兹坐上宝座 美奇斯斯开始长出触手变成哈马形态 露比遇到波鲁的双亲 露比还被误以为是政府军 他们刚好碰见三名哲罗姆成员 他们都想得到露比 而且雅美已经没有心智力 当哲罗姆要挥刀时 奇林一刀把他们打倒 雅美认识眼前的怪人 奇林早前就是在政府军的特殊机构内工作 也是他坚定爸爸的遗物 奇林是身处守护部队 而且他不是能力者 只是有点小实力 来到华兹这边 他们刚刚的录像机还开着 让次郎得知他在怪物上 首领劝他不要去送死 次郎说他认识的朋友说过 哭泣和逃避一切都不会改变 为了拯救露比 他也只好一战 看着坚定的次郎 首领也决定大干一场 华兹对着次郎测试下神之力 直接把城市打得稀巴烂 次郎眼看无法接近 而且被激光击中一瞬间就会融化 次郎突然想到什么好点子 次郎让波鲁通知首领 实行他们的最终计划 首领透过广播 接穿了蛤马勾结哲罗姆的录音 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讲后 首领让大家抬头战斗吧 命令反政府军执行最终计划 华兹这边也玩够了 当他想干掉次郎时 身边布满水蒸气 这就是首领破坏了动力源头导致的 华兹不理那么多屁话 直接攻击 雷射击中后 次郎却完好无伤 原来是水蒸气削弱了雷射的威力 此时的次郎已经靠近美奇斯师 他丢出零食想砍下大脚 美奇斯师利用防护罩轻松挡下 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路比由于当心次郎而冲入美奇斯师范围 雅美命令麒麟一定要好好保护路比 路比越接近美奇斯师 其OP也在发光 大概是以巨大能力漩涡产生反应 次郎看到路比却对他破口大骂 叫他离开这危险的地方 当然路比是想帮忙才来的 华兹继续炫耀的说是 负能量让美奇斯师进化而制造了防护罩 麒麟说那么就用正能量才可以击破了 此时人们情绪高昂的站起来反抗 路比的想念就越来越亮 麒麟让路比丢向美奇斯师 但华兹毫不留情的一脚把他们压扁 当然轻易被麒麟抱着他们躲开 华兹在得知对方是麒麟 都有点后怕 路比的OP结合了城市人们的心 直接把美奇斯师的防护罩打破 接着就是攻击美奇斯师的好时机 麒麟让次郎好好回想起 他所教的精神力用法 次郎释放出大量精神力直接攻击 瞬间砍下美奇斯师的手 与此同时华兹也感觉到 左手被砍得痛楚 因为他的神经与美奇斯师连接在一起 此时华兹好像有点被美奇斯师反吞噬 他利用美奇斯师的粘稠物淹没次郎 次郎眼前一片黑暗 然后就在地面看到体内另一个沙旦 沙旦劝说如果次郎不想死 就接受沙旦并借用他的力量 次郎思考片刻后便答应了 他与沙旦开始连接 古洛斯那边也侦测到 次郎所在的城市有股强大的能力 次郎那边契约完成后 左手出现666的印记 现在次郎的左手便是OP 其能力是吸收一切能力 撒旦其实是要吸收次郎的精神力 然后复活 次郎变得更强 他就更快复活 那么就快点从梦中醒来吧 次郎 美奇斯师的左手已经复原 这时撒旦从连仇物中飞出 他抓起美奇斯师 直接对着他发射恶魔之行 直接就打穿美奇斯师 幸好华兹马上与美奇斯师截断联系 掉落的博士直接被什么刺穿 然后砍掉其头部 他是泽罗姆的尼斯 原来他是为了保护头部的资料才这么做 他的备用身体还有很多 精神驱动器已经研究成功 这个程式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你是说那个杨美 好像也收集到一些精神驱动器的情报 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